大家好,我是Stan Icon成员,是否有放任酒駕的嫌疑 因为在行,我知道是酒駕也同城放任的话 会处于500万韩币以下 或是一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杨阳瑟的决定而遭到退团的Icon队长BI 在今年2月份接受毒品检测为阴性之后 虽然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仍然没有展开任何活动 而让粉丝们非常担心想念的BI 昨天终于有最新的消息了 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说 自己跟朋友开车去了金普 到了金普后突然下起了雨 这时候突然看到窗外有个穿黄色T恤的人 仔细一看拿着雨伞的手腕上的手镯后 马上转头看了一下那个人 赶紧让朋友停车后 鼓起所有的勇气 跑到那个人的背后叫了一声 对,那个人就是BI 看到BI后我哽咽的对他说了 我是你的粉丝 BI似乎也有点吓到 但是马上就来到我面前给我撑伞了 然后拉下口罩对我说 你好,没关系,不要哭 然后傻笑的说 下这么大雨,如果淋雨的话会生病 请用这雨伞吧 然后就把自己的雨伞递给了我 我说了,没关系,没关系 BI还是抱着笑容说 没关系,不要再哭了 还有,对不起 路上小心 说完就用手遮着头跑过去了 在跟粉丝说对不起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因为是久违的消息 又是这样的内容 所以真的是让很多粉丝们都心酸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wice成员们都放不进去而伤心的粉丝 用Twitter的人应该知道 Twitter可以设定自己的header 就是这最下面部分的图像 有位喜欢Twice的粉丝留言说 我想用这个当我的header 但是尺寸不合 如果把哪样放进去的话 其他成员们就会被剪掉 如果放其他成员们的话 哪样就会被剪掉 怎么办呢? 嘿嘿嘿嘿 这时候路过的捧摊送院的粉丝 做了这个header上传后 潇洒地离开了 然后还有因为 想要把tomotor by 2k的 永绝放进header的粉丝 我不能放进header 他太高了 苦恼 苦恼 终于找到方法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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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